两部乡型货车烧得焦黑 被遗弃在乡下P&P的葡萄园旁 几名见识人员全身穿着塑胶服 在现场采集可疑机症 法国当地11号清晨 这两部满载珠宝以及艺术品的货车 遭到15名武装歹徒袭击 车上价值900万欧元 也就是3亿台币的各式珠宝 全被抢光光 抢案发生在连接巴黎和里昂的高速公路上 一个名为Avalon的城镇 珠宝货车途经一座公路收费站时 被四辆来路不明的车辆拦截 15名歹徒跑出来 喷洒刺激气体 逼迫货车司机下车 随后连车带货全部截走 好在司机们都没受伤 事件作案手法让人联想到两年前 在坎城卡尔顿洲际饭店的珠宝抢案 当时价值43亿台币的珠宝不翼而飞 目前法国警方已经锁定了累贩的 顽皮报国际窃盗集团 动员车辆与直升机进行追砌 记者无线上报道